按下去了 好 你問我 江小姐 我是公民記者好奇寶寶 你剛剛說有事情要跟我說 我的問題就是老師講 菩薩未陰眾生未果 可是我們雖然程度不到菩薩 我們離菩薩還很遠 所以我們因要怎麼樣去找到一個問題真正的因 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難 一個問題他常常有很多面向 每個人看到的面向都不一樣 老師叫我們不要相信權威 可是我們個別的面向 我們不相信權威相信誰 環保有環保的權威 經濟有經濟的權威 很多很多的面向 他有個人他們權威的看法 那我們一個眾生 我在看到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可能知道他對環保不好 可是也許有另外一個聲音說 他們必須要這樣做 他才能夠維持這個地方的生存 類似這樣的問題 譬如說開一條路 這條路不開 他裡面的人生存有問題 或者是千村 像台灣很多三級部落做了一些千村 那千村的結果好像也不一定是好 或者是今天老師在講 我就很困惑 老師講的好像 阿里山的開花 日本人沒有什麼錯的樣子 他一直 他的口氣上都是覺得 國民政府做得不好 我說做不好應該算很委婉了 那為什麼當初日本人沒有問題 如果今天日本人在民國三十四年沒有打敗的話 那繼續延續下去 結果會不會也是今天這個樣子 那這個當然是不可預測的 只是說 為什麼 我們一個事情做下來 公說公有禮 婆說婆有禮 那我們 我們一個人 我在這個土地上 我們 要怎麼樣去觀察這個土地 好像無所事從 我這個問題在 我無所事從 老實說打破專家 那我更不是專家 我怎麼知道問題在哪 我記得 今天跟我問的時候 你是說 因為我是公民記者 所以你問我 從你的角度 從我的角度 對 你在報導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去 做 你一個公民記者的角色 去 去把這個問題 讓大家了解 因為你的 你經過你取捨以後 別人看到的 就是你看到的這個結果 嗯 可是如果你的取捨有問題 你會不會也是 某一個角度切入 對不起 我沒有做堅持 第一 我要說 公民記者 我的 那個 暱稱叫 好奇寶寶 我當時 取這個名字 就是我覺得 我一無所知 我只是 純粹的 好奇 所以我取了這個名字 叫好奇寶寶 嗯 那 我出來做這個事情呢 你說怎麼取捨 我原來有做過取捨 就是 我去 拍了一大堆影片 然後我去把它剪剪剪 剪成一個適當的 那個 很短的 的時間 然後 後上來 對 但是 後來 我就不做這件事情了 嗯 因為我覺得 當 我去 把它剪剪剪 剪成一個框框的時候 雖然是很簡潔 但是 那 表示透過我 好奇寶寶的眼睛 去決定 決定 這裡面 哪一些是我覺得 要讓人家知道的 嗯 但是 相對的有些被你剪掉了 對 因為有些東西我不懂 那我怎麼把它放進去 我不能放一個 我不懂的東西吧 所以 我可能 放的是 對我有感動 可是 對我有感動 它可能 並不是 真正的事情 重要的部分 嗯 所以我後來 我很快 我很快就 發現自己這個問題 嗯 所以 我就把它 我就 我就捨棄了 剪 剪 影音的這個 我 開始就把 我 攝影到的東西 全部放上去 不管多少 我都放上去 然後呢 我有時候 嗯 我會 在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做公民記者的時候 我會回到家 然後聽聽聽 大概是什麼 然後我把它 嗯 摘路一些 然後放上去 然後放到 網站上 結果 我有一次 受到很大的傷害 因為有一個 環保 環保團體 一個很有名的人 寫email給我 說我 斷章取義 他說的東西 然後說 如果我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要怎麼樣怎麼樣 對 對 我就覺得 怎麼這樣 我明明是 聽了 他的東西 然後照著他的來打 對 以我覺得重要的那幾個字打出來 對 我沒有時間 逐步 每一個字都打 對 我只是聽了 然後覺得 那對我來說很重要幾個字打下來這樣 然後他 所以我就 我總要回應他吧 我總不能 總不能被人家告 是不是 所以 我就 坐下來 花了很長的時間 因為我年紀大了 然後聽一聽 每次只能打幾個字 如果要每一個字 足字打 對我來說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花了很多時間 把它全部打完 打完以後 我就回給他 說 對不起 這個是他說的內容 然後我取的是其中的這些片段 請你告訴我 我有哪裡是 你需要 你需要 怎樣的 然後他 就沒有再來信 他 也沒有說 怎樣 沒有說 yes or no 石沉大海 但是我就被恐 就被 嚇一跳 對對對 嚇了一跳 從那一次開始 我就不再這樣做 我有很長的段的時間 我就只把他們的影音放上去 我甚至不寫什麼東西 那有時候只是 寫說這個是誰而已 這樣 那 但是 最近我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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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有注意到 如果你有興趣看的話 呃 呃 呃 跟那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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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專欄 然後看到最下面一個 你就可以看到 我當時 那時候已經是 呃 一個一個的影音 全部放上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 嗯 那時候我是沒有 就是我記得是沒有寫太多東西 但是這一次內湖的 我 呃 呃 我就有寫一些東西 我把它每一個 幾乎是每一個 啊 每一個做成一個標題 就 所以我那場 呃 呃 呃 那個說明會 我做了二十幾個新聞出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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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我剛剛講的 我的做法 嗯 但是 我這種做法 好像 在公民記者裡面 是沒有人這樣做的 嗯 OK 好 那我現在要講說 怎麼樣 呃 呃 你剛剛說的事情 就是說 我覺得我是一個公民記者 那 張三 李氏 王五 當他們有話要說的時候 我不辨 我不辨 是非 嗯 我不做分別 嗯 我不去說 哎 我好奇爸爸覺得這個是對的 我覺得他是錯的 如果我覺得他是對的 我就去報導他 我覺得他是錯的 我就不去報導他 我不做這個分別 嗯 我做的就是一個對自由的權勢 什麼叫做自由 我們對自由的權勢是說 言論自由 不管你是怎樣 我適時保護你說話的自由 發言的權利 對 那句話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不管你說的對錯 你想說什麼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見 可是我尊重你的發言的權利 對對對 是真的 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抱持著這樣的心理 我是一個記者 我是一個公民記者 今天你有話要說 那我就幫你說出來 讓別人看到 可是這是你要說的 那至於你說的是對是錯 其實對我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只是幫你 把你的自由傳播出來 這是一部分 就是說我們 我做新聞的 我的取捨是這樣 但是除了你說的這個東西以外 我因為經過了這麼這個 我真正進入這個 雖然是五年的公民記者 但是實際上在環保上面 大概三年多 三年半左右 那在這三年半以後 我慢慢慢慢 形成我自己一些想法 我現在可能 從寶寶到了這個托兒所了 我現在到托兒所 這有時候 我有一些話想要說一說 我就去說 但是那是以我現在的想法去說 但是到底我說的 對還是不對 我也不知道 至少是我現在的想法 我把我想說的話 我說出來 那至於別人 那我放在那裡 那代表我的看法 那至於別人 他看到我說 他不同意 沒關係啊 你可以留言 所以常常有人在下面留言說 說我是一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很負面的話 但是沒關係 你有你說話的自由 你可以說我怎麼樣怎麼樣 怎麼樣 但是我也有看到你說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我也有話要說 我還是可以帶你說我怎麼樣怎麼樣 我在下面回 願意的話 就再來嘛 你再來 所以別的公民記者說 哇 他們那個東西 我不回他 有的時候我就趕他刪掉 因為我們公民記者搜到這個的時候 你有權利去刪掉這個東西 我們有權利刪掉 可是我 我是從來不刪留言的 這個中間 所以我這樣 可不可以說 我已經回答你的問題 沒有 我還是沒有辦法想起 聽說 聽說 今天他發言 他做了一個發言 我把它炸上去 那另外一個 又一個 不同方面向的發言 那這兩個發言 可能他們都有 針對某一個針結體去做說明 這個說明呢 也許 關鍵的數據就不一樣了 這時候 如果 你的話 你要不要去求證 這個數據 譬如說 好 我現在講的 我現在就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 財訊 他們說 實際 是台灣最大的地主 那我就 看到這個新聞了 財訊 一個平面媒體 你知道財訊是 蠻有公信力的吧 對 他們說 實際是台灣最大的地主 然後 我就拿著這個 當作我的事實依據 往下發展 然後就有人 來說 說 怎麼樣 你要 你就寫一大堆話 那我就 回一回去跟他講 說 不好意思 實際是台灣最大的地主 這件事情 不是我說的 是 一個很有 具有公信力的 一面媒體說的 嗯 我只是 把他的 拿來演繹 當然 出處要做年輕人 那當然 你 我都有連結嘛 你連結回去 就看到他 對不對 那所以 在這時候呢 如果你 對 對 我的這個 依據 有意見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回去 找他 那個演講 不是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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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幹什麼嘛 因為 我 我是一個 讀者 我 我讀者 看到他們的資料 我只是 往下走 那 如果每一個全 全世界的人 每一個人看到新聞媒體的一個東西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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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述他 都需要 站起來 為了他們 來說那個 那我們還需要 記者幹嘛 可是 可是今天呢 我的問題 也在於這裡 今天 同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在 經濟 經濟部看到一個數據 可是在環保團體看到一個數據 這個數據可能落差很大 不是什麼計算物差 可能落差就很大 因為他們算的立足點就不一樣 那 我的問題就在於 我 我今天一個老百姓 我到底 在這個問題上 我應該是 應該要怎麼取手 我就沒辦法取手 我今天最大的困擾就是 這邊的權威說這樣 那邊的權威說這樣 甚至 換個角度來看 如果今天 我 我 像我寄mail給 轉寄給朋友 其實 如果只是網路文章 如果簡單的文章 那個我大概就算了 我大概不會求證 可是如果是一個 看起來 像真的 又看起來像假的 我都會去求證過 以後我才轉寄 如果是一個記者 像我們今天要求一個平面報紙好了 如果他今天登出來的數據有問題 我們甚至會覺得他有沒有 背後有沒有什麼政治利益在 我現在很困擾就是 我們有很多資訊 我們沒有辦法去判斷 嗯 就我們的能力範圍 我們沒有辦法去判斷 這時候 我跟你講 在這種情況下 譬如說 像台書 告 莊秉潔 對 那 莊秉潔說 他的資訊 來源是什麼 對 他有寫出來 台書也有 但是 你可以看 莊秉潔說 他的 這個 內容 是些什麼 然後 他說的依據是什麼 台書又說 他的依據是什麼 對不對 你沒有時間嗎 不是 剛剛好像有 叫小哥 沒有 他們在做的 我的意思是說 這時候就是你自己的 判斷 你要相信 一個 在學術界的一個教授 他對於 台書沒有 直接利益 他是 他做這個事情 是有很多的 客觀的 數據 你可以看到 這麼多人 身體受傷了 有 有 癌症 有什麼東西 有這麼多的 客觀的 證據 來 輔助 他 所測量的資料 那 請問 台書有什麼 客觀的證據 來說 他並沒有 污染 你 難道不可以用這樣 來做你自己的 一個嗎 台書 這個 如果今天這樣講 不要講台書 今天講台電 台中火力化電廠 假設 我們講台中火力化電廠 跟另外一個 研究單位 有一個 數據上的落差 台中火力化電廠 跟台書的本質 就不一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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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我會覺得 台中火力化電廠 跟 跟那個 台書這兩個本質 會不一樣 他們的 員工 的 屬性 是不一樣 就是說 他們的 甚至廠長 或是底下的員工 他們拿出來的數據 跟台書拿出來的 數據的可靠度 我們 從 第三 第三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會認為 這兩個人的可靠度 是不一樣的 沒有辦法 放在同一個天秤 那 可是在污染的 污染源來說 他們兩個都污染 可是我們會有不同的取捨 那這 不同的取捨 在於說 我們相信他平常的作為 嗯 那我們今天會相信一個教授 也是認為說 這個教授 的平常作為 我覺得 而不是從數據上來看 對對 我跟你講 我覺得 我相信 張秉潔 對 教授 不是因為他 其實 不是因為 他說 這個數據 我是因為看到 其他的 生物指標 什麼叫生物指標 就這麼多人 得了癌症 這麼多人 在這塊土地上 得了癌症 那你怎麼樣 如果不是污染 為什麼台灣 從南 從中南部 這裡 整塊是這樣的情形 為什麼我們台北沒有 冰冰是台灣 那些人 怕你的掌控 好 那這你慢慢想了 好 那我要講一個事情 你剛剛說 那個中 什麼什麼 另外一個單位 台中火力 台中火力 對 那我要請你去看 嗯 我裡面有一篇報導 嗯 是台電工會 嗯 的一個 的一個 告 馬總統 公開信 嗯 你從哪裡去看 我應該有收過 你收到 有收到 有有有 因為我就是台電的 OK 好 那你如果有收到 你是由工會系統 收到 還是從新聞媒體上收到 有有差別嗎 當然 我不知道 新聞媒體有特別報導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新聞媒體有有報導 嗯嗯 好好好 沒關係 好那